我們清華大學了解原住民教育的一些痛點 跟它的需要一些慣性 從小學一直到初中高中然後大學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實驗高中的重要性 所以您是支持的對不對 是的 委員一再向清華大學校長確認 推動設立附屬原住民族實驗高中的態度與決心 原住民族教育上路以來 已經成立38間民族實驗學校 包括陳靜市幼兒園 原住民族實驗小學跟國中 而常要成立原住民族實驗高中 委員也跟多位校長召開協調會 認為由清華大學主導下 成立的平北高中小清華原住民專班 學生的優異表現有目共睹 因此受到許多辦理民族實驗學校校長的青睞 期望由清華大學推動設立 附屬原住民族實驗高中 不過教育部認為還得跟學校做細部 投論規劃 如果要成為國立的高中 要由國教署來執行原額跟預算的編制 由國立大學推動設立附屬原住民族實驗高中 部長您支持嗎 清華這個案子因為是一個比較創新的規劃跟思考 這是不是容許我們來跟學校做一個考慮 部長我認為您一定要做 委員態度堅定就是要完成原住民族12年教育的藍圖 只差林門一角 而同場委員也一樣關注民族教育學校的銜接狀況 也要求教育部提供設置可行性評估跟推動其成 因為我一直很關心的就是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三級銜接或四級銜接 如果我們今天成立了那麼多所的民族原住民族小學 你不要往上銜接等於又是浪費了錢 不過端看民族教育從陳靜市幼兒園原住民族實驗小學到國中的設立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至於原住民族實驗高中究竟能不能順利成立 委員們都高度關注 原則新聞給亮曲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